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然我会注意到的人 就是事后你会发觉他有一些成就 那他能够到他最后有成就的那一天 他这中间一定有几次非常重大的变化 那几次重大的变化是 具体来讲也是一些难关 然后呢他肯就是非常大幅度的去 做一个自己知识框架的改变 当然对于香港的翻译学界 我也不敢说我特别理解 那我说出来以后 您可以再告诉我更多一点 可以多了解一下 那当然从九七之后 香港就是两文三语 那这使得就是翻译他非常深入的扎根到各个产业 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特别是所谓的双语社会 在香港我觉得它是落在比较实处 相对于新加坡台湾说不上是双语了 那我觉得香港这一点是比较扎实的 那至于在教学研究方面 我自己的观察是 好像寿博士生多半都来自大陆 香港本地的学生真的是凤毛麟角 那这使得香港本土的议题 你很难让外地的人来做 那当然如果待了很久的 这个博士生后来也成了教师 逐渐他会挖掘香港的议题 不过能够挖掘香港的议题 还是要比如说是一个广东文化啦 比如广东文化的背景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方面呢 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台湾 我们可以挖掘台湾的 属于这个台湾的翻译的议题 比如说日志时期这样子 那香港 当然我知道王洪志教授也在做 但是真正做到就是挖掘出来 属于香港的翻译议题 本来应该很多 因为香港殖民时期的时期那么的长 但是很多被战火摧毁了 或者怎么样 那另外呢 就是现在的老师有很多 就不限于这个香港啦 或者是大陆啦 什么的 他是全球招聘嘛 那香港毕竟给的这个待遇比较好 所以呢 在研究上呢 我觉得他会有不同文化的观察视角 那这倒是香港 就是非常 就是在学界方面来讲是一个容易的条件 五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这当中肯定已经过了好几个世代 香港在决民时期 为official language这个社会 转为就是现在是中英并用 或者是两文三语 那那种最顶尖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精英层呢 有一点在流失 最理想的人 那台湾呢 他殖民下来了以后呢 其实社会上面的精英是 完全是日文为母语的人 那那一代过去了以后 那么后来都是风行到美国去留学 那你说这个中文很好的人 当然永远在每个社会都是凤毛林教 那但是台湾的中文就会比香港 再好一点 不过我因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从97到98 我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来香港 那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新闻部工作 帮他们做每一天的real time的同传的一个 我算是指挥官 那个时候我接触我们新闻部的同仁 他们的中文就绝对不差 翻译活动正在和各个领域紧密的结合 各个专业领域紧密的结合 所以借着这个倾向 然后去渗入到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文化 还有社会群体 这个趋势我们都今天已经看到了 因此未来翻译所触动的文化现象 一定比翻译本身的过程 或者翻译的技能都要更来的重要 它会势必会成为翻译活动 或者是翻译研究的重心 基本上重视语言策略 这就是这个国家 它对于自己国家的话语能力的一种战略思考 中国大陆是有的 但是像台湾跟香港 可能没有那么深刻 那翻译的教育呢 就是你将来这个队伍 你真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战略的话 或者国家的语言力量的话 那么你需要人 那翻译教育做得好 你这个队伍才会强壮 那这个翻译的行业呢 就代表翻译活动的游戏规则 你游戏规则不公平 你游戏规则非常的剥削 那么这个好的人呢 就不能进来里面 进来了也不能长长久久 所以呢 这三者呢都要能够掌握 那政府呢才能够跟其他国家 能够非常良好的互动 你才能够畅所欲言 毫无疑问 你一定要拥抱翻译的技术 翻译的技术可以使你的翻译的技能强大 也可以使得你在做翻译的时候 有非常丰富灵活的资源 来充实你的表述能力 机器翻译非常强大 强大到你不得不佩服 所以呢我认为 机器取代不了 会用机器翻译的译者 但是如果一个 不会使用翻译工具的译者 他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2017年12月 获得这个香港翻译协会的 这个荣誉会事 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在我翻译事业上面 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那至于我自己个人 对于香港翻译学会 就是有过的理解 其实是透过 我2018年指导一个硕士生 比较香港翻译学会 跟台湾翻译学会的发展 虽然两者未必可比 因为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 长久多了 台湾的话是差不多在 1997 98那个时候成立的 刚开始我们叫翻译研究会 大概97的时候 那就说如果这个会 一直都死不了的话 我们就把它成立起来 所以每个月开一个例会 然后一年之后 就把它推动成为这个学会 正式成立是在97年 那也就是刚好就是97 我开始跟香港有接触 那有这些人的触动 你往外看过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因为自己在日本 接受学术训论 我知道学会对于一个 这个领域 学术领域是非常重要 就好像你有个家 你总不能去参加英语学会吧 那所以你不给他一个家 你们这群人就发展不出来 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会被人欺负的 别人就会觉得说 你完全不像 像我自己在升等的时候 就因为就说 当时日文学界没有什么学翻译的人 所以我每次送出去都被打回来 你相信吗 我从副教授升教授 我生了17年 我送了三次 每一次都要重写一个新的题目 我算是让我从这17年 我大概写了50万字 每一次都被打本票 然后就是绝望了 那我有那种绝望的心情 如果你每一次每一次都要被外行人 去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那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曙光的 所以有一个自己的学会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可是我们从97年才开始 还是有点晚 人家还是不完全理解 而且里面的成员也多半都是 原来是学语言的人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 就是两边就是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香港翻译学会 其实跟政府推动 其实有点关系 它的历史背景跟政府 资金或者是说 有一个基金会 那样子的推动是有关系的 那台湾没有 台湾真的是我一个人觉得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家 我们不要做流浪儿 所以香港呢 它会比较 会有一些社会活动 开班 还有资格检订考试 或者是颁受 这个荣誉会式的荣贤 这个跟英国的 这个社会文化 可能都有点关系 那最近有推一些 跟民众的一些翻译讲座 这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融入社会的事情 那所以它一方面有学术 然后一方面有教育 还有推广 这些是我看得到 就是香港翻译学会 这五十年来的一些走向 我有去参加他们的 算是立会吧 那也曾经受邀去演讲过 那我自己过班 这个荣誉会式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记者 就是淘马地那个记者会那边 那个club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说那种就是 那种一世性 跟一种厚重的历史感 那这个我觉得 这真的是文化 在台湾我们就算把它翻得很隆重 也不会有那种感受 对比较像是一种学术社群的组织 所以我们就以棋刊出版 还有就是研讨会的举办 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的主题 那我们联讨会是那边主办的 后来是各校 有翻译系的学校就轮着办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传统了 所以大家都会 都会知道自己是轮到什么时候 但是有时候因为系主任难产 或者是所长难产 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 尤其是那个不是完全以翻译为主题的系 有些系它是好像好几层 然后你好多阁楼里面的一个是翻译而已 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难办 那个系主任可能是完全不是学翻译的 所以他要进入这个翻译的社群呢 他自己也感觉到有点困难 可是大部分的系主任都很愿意 就是基于传统去接受这个工作 那至于就是说做会长 就是理事长 或者说主编 那我自己做了前十期的主编 那我看香港刘靖之教授 跟陈德宏教授 几乎他们两个人各做了半辈子 然后半辈子之后 现在才变成就是四位编辑 就是共治 那我最近几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没完没了的事情 最后你总要交棒 那怎么个交棒法是最理想的 那我也从香港的这个学会的治理也看到 就是说最后你还是要用它共治 那这几个共治的人能够理解 宗旨 然后能够同心协力 那说不定就会比原来只有一个人 做得更好也有可能 所以就说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文化学会应该学习的 那至于我个人跟陈德宏教授比较像 是觉得就是说 该走人的时候就放手让他们做 那但是刘正之教授就会就是清醒念念的 所以他就会分一些会写历史啊什么的 就是各有不同了 那有人是就是像保姆一样的呵护到最后 那有人就觉得比较像爸爸 就是孩子你自己去吧 我祝福你 任何组织的领导人 他都有一个责任 就是你要定好目标跟方向 如果你不定好目标方向 咱们这一群人去哪都一样啊 那你要定好目标 定好方向 定好进度 安排好资源 然后让一群人能够齐心往前走 无论你今天当所长系主任 或者是会长都一样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高瞻远瞩呢 你得多看看别人怎么做 日本的学会怎么做 韩国学会怎么做 香港的学会怎么做 那多多交流 那你自己才能够有一个远见 有一个胸襟 那当然另外呢 你要有本事去找到资源 无论这个资源是来自业界也好 或者是来自政府也好 总之你得动脑筋 财米油盐都是你的事 它叫society 其实应该是除了学界之外 也包含了业界啊什么的 可是它不是像我们 我们叫做association 比较学术专业的这个群体 但是我们反而也接纳业界 比如说苏林出版社啦 或者是万象翻译啦 统一翻译啦 他们都是我们的法人会员 那但是香港呢 这个特性我倒觉得说特别 那而且呢 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限制 的确在香港是比较特别 因为我看日本韩国都没有这样的限制 台湾当然也没有 我自己个人在跟业界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得了很多业界的帮忙 像万象翻译公司的老板 在我第二度当会长的时候 就是我Supportical那一年 可能2011年的时候 他们趁我不在把我再选出来 然后呢我后来发觉就是 学会都快断吹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会员了 我交出去的时候是300个会员啊 都没什么会员了 然后又没人又没钱 那我就急坏了 后来呢就万象翻译公司老板就看我就很惨 而且别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选上 那结果他就说来看我能够帮什么忙 你要会员啊 我自己出十个 我帮十个公司的人都报名了 我帮他们出这个会费 让他们入会 就是给人又给钱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个业界很有用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那时候我就做不上了 当然等我做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哎呀 其实大家都很需要这个学会 但之所以会 很多人就散了 就是因为治理的问题 你做一件事情嘛 就好好做 尽量把它做好 那大家都信任你了 就回来了 尽尽尽尽尽就回来了 一个五十年的学会 当然一定前面的先贤先列 他们的这个前人众术 后人成量的这个功劳 是非常值得感念的 特别是刘金之教授 跟陈登宏教授两位 可是你很难在现在 这种学界这么竞争的 这个情境下 要求一个人像他们两位那样子的 这个奉献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在序会上 所以未来在共治的时代 怎么样发展出一个 共治的优势跟智慧 那这个是 也可以给 如果成功的 也可以给别的 其他国家地方的协会 一个很好的标杆 所以我的期待就是说 将来这个 在大家共治的这个情况之下 能够展现 更好的贡献 所以还是非常地忙碌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的感觉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把家里 就是整个大整顿断舍 成果还不错 我也是把家里的接着 我也是把家里的接着 都可以 对我也是把家里的接着 都可以 对我也是把家里的接着 在家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